欢迎收看 装潢装修搞啥嘞 我是德德 大家好 我是德亮哥 德亮哥 我刚才看预算表上面有讲到 好多的费 其中有看到 设计费 还有工程费 还有监工管理费 哇 这么多种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OK 那我们先来谈谈设计费好了 一般设计费都是用屏数来计算 那所谓屏数的计算 都是以其中的房子的实际的屏数 意思是说 当你房子买的全装屏数 那个地方我们可以不用去理会 我们就看实际必须要设计的空间 跟施工物的空间 那举例来说像清晨屋 那它的厕所跟厨房 它是完工状态 当我们不需要请设计公司 帮我们来做设计跟施工的时候 就把这样子的空间的屏数给扣除 得到的实际屏数 这就是我们来计算 设计费的一个计算的方式 那这样子一般的设计费 一平的计算方式是怎么计算的 怎么一开始就谈到钱呢 要不然勒 不就是问预算 不然不谈钱要谈什么 对啦 也有道理 那一般来说给你一个参考的方向 一般设计公司的话 在所谓的 依照实际屏数的收费的方式 大概我的经验值 就是一般行情大概在5000到8000之间 那当然一样也有比较高的收费 当然也有比较低的收费 那这个就完全是看公司提供的一些服务内容 还有公司的一些 自己订定的收费标准和定楼 那设计费都是独立计算的吗 我们刚才有提到 一般大部分设计公司 都是用平处来做计算 设计费的一个收取 但也有些设计公司 它的计算方式是用 所谓工程款的 总金额的造价来收取 那一般我的经验值 会落在5%到20%不等 那因为收费的计算方式不一样 那我会建议一般在选择设计公司 就要去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设计费收取的方式 可是我听过 也有设计公司不收设计费的 其实不收设计费这件事情 其实在业界持有守闻 也是持续存在一个现象 但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第二个 这也是一个行销的一个 话术跟手法 那当你不收这个设计费 事实上它可能会把 这个设计费放在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放在工程款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相关的工程 或者是一些 协作的一些项目里面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任何的形式 消费者一定要去认清 这个所谓服务的内容 收费方式还有合约 以免到时候 所谓的得不偿失 那我懂了 那这样子说起来 一般设计费是有含3D的模拟绘图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那就像设计费一样的 有人是收一笔设计费 也有人是把它合并到工程款 以一个比例原则来收取 那一般设计公司的话 大部分都是把3D的模拟 相关的制度费用 另外收取的 那一般的这种 3D模拟图是怎么计费的 这为难我了 因为每一家公司的计费的方式 跟收取的方式计算不同 所以说很难回答 这样不行 你总要给我一个原则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值 大概一张 以一张来算 一张会落在4500块到8000块钱之间 哦懂了 那如果是工程费的话 是要怎么计算 哇工程费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那因为每家公司它的计算的基础跟成本 甚至人事的费用 还有包括甚至讲严重一点 薪资结构 还有你选用的建材 那这个甚至光一个食材 它加差就差很大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必须要 消费者我是觉得应该要去 去慎选 然后去做一个多方比较 然后找出一个最合理的价钱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哇 听起来很复杂耶 有没有办法能够一一的条列列举清楚 让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是一定要的 因为一个详细完整的估价单 可以减少设计者 跟所谓的屋主之间的一个纠纷 像一般的估价单 我会建议除了数量要写清楚以外 尽量减少一式的这种 所谓列举的方式 把单价数量写清楚 一旦以后有任何追加减的问题 就比较不会有纠纷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用的建材 品牌 品名 品相 通常要写清楚 甚至来源出处都写清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我懂了 所以如果说我把工程整个都确定以后 那之后所有设计师的追加 通通都是不合理 我可以一概不承受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啦 因为追加是在所难免 有时候追加不见得是 工程上位或是设计端的位置 有时候是屋主的要求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可以放在别一集再来 好好的来讨论 哎呦 又卖关子了 如果还有其他任何问题 那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但是 但是监工费 监工费呢 监工费其实就跟设计费一样 那各家收取计算方式都不一样 那一般我们所听到的 大部分都是依照工程的总金额 大概会以5%到10%的方式来收取跟计算 如果是设计跟工程同一位或给这家设计公司来做的时候 他就不额外收取所谓的监工管理费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那这笔费用虽然没有额外的收取 但是不是一样把它放在其他工程上的一些造价跟利润上面 哦 所以不论是设计费 监工费 还有工程费用 这些所额有的费用 都是依照设计公司的收费方式 或者是所有的流程 这些来决定的 对不对 选拟认减 但是这些其实费用都是可以作为沟通跟讨论的 那其实重点是双方要形成共识 这才是最重要的 哦 我懂了 如果这样说起来要省钱的话 我应该是在工程款 还有工程费的造价上面去开始想办法去节省 哦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能要放在下一集再来讨论 OK 好 以上是我们这集所谓谈到的设计费 还有工程费 还有建造管理费的这些 所有的一些细节 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问题 欢迎留言 我们会有请得亮哥帮我们做解答哦 如果不想错过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持续的订阅我们幸福空间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持续的锁定我们的 装潢装修搞啥勒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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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